膏腰下面到底有什么 弟弟贴膏腰这个事儿 大家都知道吗 听我老婆说 弟弟都贴了好几年了 但是那个地方的伤 就是还没好 我查资料说 弟弟18年以前 从来不贴膏腰 看到没有 啥也没有 光秃秃的 就是拍前行令的时候 还没贴呢 然后拍完阿令之后 就总是贴着膏腰 你看这些图片 只要露肚子的 都能看见他贴了膏腰 为什么呢 是长了一个大门头吗 这么多年 这门头子还不好呢 然后不光是弟弟贴 鸽子也贴 仔细看这里 就是贴了一个膏腰 一个贴左边 一个贴右边 贴的真是好对称啊 你俩是一言一边 都长了个门头吗 经过我不断的分析 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要贴膏腰了 就是因为他俩都围身了 所以要用膏腰给贴上 根据我的分析 俩肯定是情侣围身 因为一左一右 对称嘛 现在就想知道 你俩闻的是啥 大家猜猜他们闻的是啥 我觉得可能 一人吻了一只乌龟 这是我的三档 再见 如果陈青莉要按照花絮演 此时魏无线正在优雅地吹笛子 一边吹一边往后退 就在这个时候 他撞到了一个极其魁梧 且散发热量的身体 此时魏无线的脑子一片空白 是什么物体这么坚硬 而且温暖 仿佛有一股炙热的暖流 瞬间进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于是他回头了 他惊呆了 此人正是蓝忘机 他看着蓝忘机那呆呆的眼神 就突然的好想进入到 他的怀抱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笑了 蓝忘机笑了 魏无线已经懵逼了 没想到16年没见了 蓝忘机竟然会笑了 而且笑得那么的超像 他感觉就可能已经不是蓝忘机了 而是另一个 平衡宇宙中的拉尔公子了 此时虽然魏无线特别的懵逼 但是剧情告诉他还得继续吹 不吹就控制不住 瘟尼的那个卡拉尼了 于是他拿起了笛子 看了一眼 吹笛子的哑在哪 他找到了 他打算继续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靠了 忘机堵住了那个笛子的排气哑 魏无线顿时从懵逼变成了呆逼 他以为自己吹错了地方 又开始找那个哑 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觉得这肯定是 另一个平衡世界没错了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他们两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爱情使人得意忘形 弟弟这个眼睛 是不是看上去不错 就感觉跟他的脸型特别的配 而且他自己还特别的得意洋洋 你看他笑了 他笑得好神秘呀 而且还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感觉 就好像是在说 你们有对象送你们眼镜戴吗 眼镜戴上了之后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感 而且他就好想让全世界都看到一样 所以他接下来的动作就可以说 简直就是得意忘形了 他抬手了 他露出双戒了 他推眼镜了 这个动作就把眼镜和双戒 就同时都给秀出来了 真是一举两得呀 但是你以为弟弟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了 你看他又把手抬起来了 他又推了一下眼镜 然后 我就是想让你们看个够啊 快点拍照啊 厉害啊弟弟 原来你是假装手抬起 实则是让大家使劲看你的戒指和眼镜啊 弟弟啊 你果然还是应验了那句话 这时候是真的 再见 不娶我 为什么要撩我 哥哥 你又不娶我 为什么要撩我 哥哥 这一声哥哥把人都给救苏了 弟弟你好 我对你这句话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谁说哥哥不娶你了 重点是你要不要嫁了 而且又不是光哥哥撩你 你不也撩哥哥吗 你们其实是互撩啊 我很喜欢 翻手 翻手 老婆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现在已经分不清 到底是谁撩谁了 而且在剧中我也搞不清楚 是为许鹰现在 organizational的吗 还是蓝战现在谈的 我已经彻底被他洗脑了 我还记得哥哥用手指头摸弟弟的那次吗 你看弟弟笑的样子 就像是被哥哥剥开了新房 把爱的种子剥种进去了一样 这个样子的弟弟 才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弟弟啊 这上鹅王是真的 再见 如果陈青霖按照花絮演 16年后脸儿又成狱了 坐在他谈米上聊了一宿 然后第二天早上 蓝战迫不及待的 穿了一双蓝色的拖鞋 白色的长裤 准备去包走 这个时候 他发现这个裤子在水里 特别容易起包 就不停地往下压 古代人泡澡也真是有趣 竟然穿着裤子跑 你看蓝战往池子里坐了 裤子果然好容易起包啊 好像他在裤子里放了一个屁一样 好的他坐下了 虽然他穿着裤子坐下的 但是在水里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像一个天使下凡的使者一样 帅弱天仙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帅气的黑影走向了蓝战 没错 魏英来了 魏英表情凝重地 慢慢地靠向了蓝战 就在这个时蓝战发现了他 刚刚坐下还没坐稳 就被别人给偷看了 于是蓝战马上起身 不知道想干什么 可是起得太猛了 蓝拖鞋掉了 漂浮在水面上 蓝战行想这下可丢人了 于是赶紧拿起拖鞋踹上 整个动作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而且还特别的淡定 不知道蓝战这时候要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其一样的事情发生了 蓝战竟然开始做服务撑了 我们都懵逼了 包括魏英 可以看出来 魏英是相当懵逼啊 可是蓝战做服务撑 他也不知道能帮助他些什么 他想了半天 突然想到了一个靠近他的方法 果然呐 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 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做服务撑 另一个就直接给他力量压着他做 简直就是心有灵犀的特色啊 这事儿是真的 再见 大家注意看啊 魏英他转头了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莫名其妙的物体 起初他的表情是有点呆呆的 可是过了没几秒钟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好温柔 就感觉那个物体瞬间把他融化了一样 然后他笑了 他甜美的微笑了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甜美的微笑呢 我就是说嘛 不是毕丽的话 他是不可能笑这么甜的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这种表情 是在剧里面还是剧外面了 感觉哥哥是从内心表达出来的这种爱意 全部绽放在他的脸上了 没有意思的遮掩 此时此刻他好像就要表白一样 你再看弟弟 他哥没看的之前他是这样的 他哥看了他之后呢 他就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没看出什么区别 真正的区别在这儿呢 他哥转头看了他之后 他耳朵一下子就红了 红得好快呀 哥哥把内心全部在脸上展示了 而弟弟的内心全部展示在了耳朵上 这戏让弟弟给演绝了 别人演戏都是靠眼神啊微表情啊 可唯独弟弟是用耳朵在演戏呀 太厉害了 怪不得连电灯泡都忍不住 嗑一会儿呢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是真的 再见 哥哥宣了啊 今天十点十分宣了代言 有小伙伴说十点上微博 想看哥哥发代言呢 结果哥哥还没上线呢 弟弟上线先发了微博 十点发的啤酒代言 结果弟弟下线了 哥哥马上就上线了 十点十分发了瓷器代言 这是不是就有可能说 是一个手机登了两个号呢 一个号下线了 签了另一个号上呢 哈哈哈哈 我发现只要你们俩同时出现 这个空间就变得好小好挤呀 你看哥哥先挪了一下 然后弟弟也跟着挪 弟弟你不觉得你俩太近了吗 你不热吗 哈哈哈哈 哥哥又再挪了一下 注意看弟弟他又站起来了 他又跟着挪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太过分了 难道你俩坐的椅子 真的有那么小吗 一点也不小好不好 你俩都能在上面打滚了 弟弟你太明目照大了 哈哈哈哈 哎呀你打我光了 呵呵来我替你打光了 是 喜欢吗我可以拖下来 就当两个人还在打情骂俏的时候 轻妙的事情发生了 来 这屁啊 来 这屁啊 我擦有talking about 哥哥你说了韩语 擦k呀 在开始我以为这句话是骂人的意思 没想到我查了之后竟然是 家屁啊 亲爱的 是的没听错 就是亲爱的 所以弟弟紧接着也用韩语回复了 哦 那个 你说什么 果然连弟弟都听懵了 但是从弟弟的笑容中能够看出来 他特别的开心 哈哈哈哈 看算说说 好了狗仔子 好了狗仔子 我他又二妖talking about 还没从亲爱的中晃过神来 狗仔子又出现了 你俩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这事啊是真的 再见 求求你们了 别再屁了 屁的都太好了 我他妈都快忘了 原图是在哪拍的了 你看这谁呀 还把弟弟给屁笑了 多损呐 再瞅这个 简直毫无为何感 蹲着拍角度极佳 前面拍完了 后面也得再给拍一张 哈哈哈哈 还有你这个手里夹的什么玩意 哈哈哈哈 你说你非得来个剪刀手 我发现弟弟你就是为了 让大家给你屁图来了 还有这个缺老德了 谁让你按照原版屁了 屁的根真的是的 但是还是有瑕疵啊 那裤子还没脱呢 怎么拉屎啊 然后你们就开始屁笑哥了 还并肩于月雪山之殿了 你俩这是互拍呢 所以弟弟你是不是现在老后 回发这两张照片了 今天果子们的欢乐 全都让你给爆了呀 好好好 战山为王是真的 再见 看我老弟啊 刚到洛杉矶就发意思了 为什么不发微博呢 是不是怕自己又给切做号了呢 哈哈哈哈 看这只手怎么看怎么就觉得眼熟 像不像那年的那只手 哈哈哈哈 我仔细看了一下 虽然有点虚 但手上的手表还是挺像的 当年我老婆就说拍摄的那个人 就特别的像弟弟 而且当时哥哥好像还喊了弟弟的名字 哎 哈哈哈哈哈哈 一博别摸 一博别摸 我们今天接着来分析哥俩的小动作啊 你第一次见到小战子是哪一个场景 终于看他俩这时候的动作啊 主持人问完之后 弟弟就拿起话头准备要说了 很明显他知道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正当他马上就要说话的时候 大家看哥哥他做了什么动作 哥哥他摇头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让弟弟不要说出来吗 紧接着哥哥又伸出了一只手指 我的理解是 他给弟弟比了一个虚的手势 他怕他再不控制弟弟的话 弟弟就要说出来了 那个在食堂 在食堂 然后哥哥就直接把话给抢来了 说是在食堂 弟弟他不想撒谎 但是呢他又怕他哥 这个是让弟弟好为难呢 你们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 可是主持人竟然又问了一遍 然后这个时候哥哥就无奈了 怎么又问了一遍呢 刚给搪塞过去 弟弟怕是要憋不住了 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 他说了 弟弟还是说出来了 他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说的一字一句都好清楚 就怕我们听不见了 今天这欢呼声 在座的各位都懂了 哥哥也不想瞒了 说了就说了 只能无奈的笑了 哈哈哈哈 本来哥哥就是想捂着点 别让大家知道的太早 结果弟弟是真的生怕大家磕不到啊 哈哈哈哈 这两个是真的 再见 如果陈情侣按照花絮眼 二 16年之后两人又相遇了 妈呀 蓝王鸡你什么时候长高了 你得比哥哥高上半个头了 你都要俯视的角度去看你哥了 你到底穿了多高的子高鞋呀 哈哈哈哈 然后大家注意看 威武仙开始后退了 他后退了 哎呀 他碰到了一个物体 是一个比他自己还要高大的物体 他愣住了 到底是什么物体呢 这个时候他回头了 他又懵B了 他看到了比他高大的蓝王鸡 威武仙怎么也想不到16年没见面了 蓝王鸡居然长高了 哈哈哈哈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就在威武仙还没有想明白 蓝王鸡是吃什么长高了的时候 蓝王鸡要出击了 哈哈哈哈 没错 他笑了 蓝王鸡笑了 王鸡在嘲笑他毕生的知己 仿佛在跟他说 小样啊 我终于比你高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威武仙着实被吓了一跳啊 他不肯置心地看着弟弟 弟弟也喜笑看着看着哥哥 可是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两人的身高竟然奇迹般的一边高了 魏武仙竟然也长高了 然后蓝王鸡就突然抓住了魏武仙的手 魏武仙就痴痴地看着蓝王鸡 这个时候两人已经到达了同一个频道 他们就用了一瞬间的功夫 就把裤子脱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上二是真的 再见 我发现弟弟每次心里暗爽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都会不张嘴地微笑一下 嘴边画出一个小括号 而且眼神明显得有点慌乱 就不知道该往哪看了 尤其是那次最为明显 这个时候弟弟的神态是很正常的 然后他突然听到大家疯狂地尖叫 弟弟他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往台上的屏幕看了一眼 就发现那谁来了 然后他就突然转向了另一边 紧接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看了一眼天 又看了一眼地 然后他笑了 他就笑了 就是那种不张嘴的笑 那种暗爽的笑 然后他的眼神凌乱了 他不知所措了 他用手揉露一下他的眼睛 掩饰了一下自己的紧张 然后 地弟乱了 地弟好慌乱啊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那表情再一次出卖了他 这个时候哥哥看出了他的酒精 酒都跟他说话了 会不会搭讪呢 会呀 看见你紧张了 地弟是咋了 他不紧张了 因为他哥哥跟他说话了 还得是哥哥呀 能沉得出气呀 知道为啥哥哥这么厉害吗 因为 这场上是真的 再见